在24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美国交通部宣布暂停中国航空公司 44趟美国复华航班提问 发言人赵立坚对此表示 美方为了一己之私 无理取消中方航空公司航班 这种行为极不负责 美方为了一己之私 寻求例外和特殊待遇 无理取消中方航空公司航班 干扰中方航空公司正常运营 罔顾中外旅客生命健康安全 这种行为霸道无理 极不负责 赵立坚指出自2020年6月起 中方依法依规对入境中国的国际航班 实施熔断措施 有效阻断疫情跨境传播 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航空公司的 尊重和配合 发言人最后表示 敦促美方切实加强本国疫情防空力度 停止将航班防疫问题政治化 停止干扰中美人员的正常往来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下午 下 备